大家好,我是狼眼,欢迎收听我的频道 比特币大事不好了 比特币又失守了我们的一个支撑线 接下来它会怎么走呢 有可能会进入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刻 就是说接下来一个行情 有可能会带大家产生一个惨烈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向 在就在今天的一个方向 比特币选择的一个方向性选择 从我们的这个震荡三角这里 也就是这个三角带这里选择一个 击穿了我们这个上涨的一个趋势线 沿着一个下跌的一个思路进行了 那么它刚才是最低的时候达到一个35100美金左右水平 说这一波的一个击穿 有可能是造成了一个不好的一个局面 目前的话它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一波的一个回调 有可能会给接下来一个行情 带来一个未解之谜 对不对 本来在这个位置它就应该反弹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我们看的是在这个位置反弹 能够反弹上去 但是它并没有沿着我们的思路去进行一波反弹了 那昨天我们也说如果失守这个位置就要做空了 对不对 事实上这个位置如果做空的话 刚才做空也有一段距离 有一段盈利的一个空间 有3000美金 那目前反弹上来了 那么这一波的反弹是不是一个要多呢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 之前的话 失守了这样的位置 那么我们目标价格之前也跟他说 如果失守这样的位置 就是他的目标价格我们要到达一个33000 33000美金左右水平了 他的目标价格 所以说接下来一个行情 有可能会走一个回调的一个局势 我们可以看了4个小时级别的一个情况 很明显他现在的话 他是要走一个回调了 但是他不排除这样的话 反弹的位置 他在位置再试探一次这个 这个阻力也就39000美金的阻力 如果这个位置主力没有突破的话 他会跌得更多 甚至跌到3万1000美金都有可能 这一波这个行情有点恐怖 所以说这里的话 如果是做单子的话 还是反弹的话 反弹做空 反弹做空 如果能够突破一个39400美金的话 可以做多 站稳这个位置可以选择多单一个选择 多单一个选择 到达一个42500美金进行止盈 那目前的话还是一个反弹 在这个位置做空 在一个39000美金做空 附近做空 如果能够站稳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可以开多 开多到一个422500美金 主要水平都是很稳健的一些单子 那么接下来就是要看这样的一个行情 在39000美金附近 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 那目前的话还是一个反弹做空为主 做空为主 那目前的话如果突破了一个39000美金的话 可以开多 可以开多 不太大一个问题 目前的话比特别的一个行情就这样走 我们可以从4个小时级别来看 昨天是 它是沿着这个0轴进行突破了 谁知道并没有站稳很多的一个利空的消息 就在今天突破 导致一个量能没有及时跟上 导致一个无量拉伤 导致这一波的一个顶背的一个情况 这一波在下方的话 出现一个4个小时级别的一个顶背的一个情况 导致这一波的一个回调 那么接下来比特币的这一波的一个回调也是 命运的一击 会不会给予我们更惨痛的一个代价呢 我们就会看它能否快速的反弹到一个 在我们的趋势线上方 也就是一个三万九千美金多的水平 三千九千 三万九千多美金的位置 如果能够反弹上去的话 那么一切OK还顺利 如果在这个位置 反弹的位置快速的下跌的话 那完了 这一波真的完了 真的很伤心 这一波的一个 那么如果在这个位置的话 反弹到这个位置的话 我会选择一个空单 一个选择三万九千多美金 因为这位置选择空单 一个选择 因为这里有个阻力 那么止损有几百点 如果在位置它突破 突破了 那么我就会反手开多 到达一个四万两千多美金的位置 目标价格 那么突破四万两千多美金的话 还是能够重回这样的一个上涨的阻力 那么庆幸的是这一波的一个回调 它并没有去击穿我们的一个 这一波的一个回调 并没有去击穿我们的一个 这个底部 也就是一个现在的话 一个支撑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一个 这里会不会形成一个双底 也有可能 对不对 在这位置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双底 如果说这样的话 它还是有一个形成一个双底 在这位置能够反弹到盛方的一个 这样反弹 反弹到四万三千多美金 那么也有这样 但是以刚才的情况来看的话 还是以刚才的为主 那个超度为主 因为的话 它之前我们也画出来 它是沿着我们的一个下距趋势 随后进行一波反弹之后 一路是沿着我们的思路进行走了 那么这一波的话 它这位置昨天也是被击穿了 这样的防线在这位置 被击穿之后 如果 反正能眼见肥的话 它只要反弹到 四万多美金才算是安全 就是反弹到这个绿色的线胜方 才觉得它是一个安全的一个位置 否则它是 不太安全的 目前在这个位置 把能眼来看的话 现在的话这个位置还是不太安全 等到它反弹到距离位置的话 再进行一个操作 目前的话还是站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还是不太安全 如果你明确要做多的话 还是要再上方 就三万五千多美金 三万五千美金 一定要设置一个止损的位置 如果你现在有多单的话 一定要严格止损 在三万五千美金 对不对 如果你现在的话 有空单的话 空单的话 你要在这个 如果是突破它反弹到一个三万九千多美金位置 因为它的话 上到这样的位置 它必然会产生一波的一个多头 一个势能 势必会墙强 那么有很多人就继续抄底 那么你这一波的一个空单 你肯定会爆仓 说实话 如果它反弹到三万九千多美金的位置 说现在的话 关键的位置 它又站上我们的一个绿色的线上方 也就是这条线的一个上方 才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水平 说说这一波的一个行情的话 如果是长线持有的话 不必害怕 现在的话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机会 未来的话 比特币会达到一个五十万美金 一百万美金都有可能 五到十年之后 甚至都是有可能 达到一百万美金都是有可能 一币一别墅 不是不可能 我们前几年都说了 一币一别墅很快就会实现 那么现在一币一特斯拉了 都已经实现了 说说那什么实现不了 说说坚定自己的信念 总有一天 你会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 说说长远来看 整个投资都是放到五到十年 我们目光放远一点 那目前的话这一步的回调 还是比较危险 那么它如果反弹之后继续下跌的话 还是考虑一个离场了 离场了 真的要 这样的行情还是走了一个 那么今年它也是走了走到这样一个位置了 之前也是走到一个两万九千多美金 一路的是重回到了去年的一个 今年的一月份了 重回到一月份 一月份的一个水平了 那么一切都是主要打死一场空 做好一切准备 反正赚钱也是嘛 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 亏损是非常残忍的 但是很多人都面对亏损了 但是赚钱的时候一定要疯狂加仓 亏损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离场 因为的话我们的机会 其实并不多在这个市场当中 那么找准一两次的一个操作的话 就可以实现财富自由 堵了一两把对不对 实现一个财富自由 有很多人都实现不了 为什么他们没有这个勇气 没有站在这个事情的一个角度上去操作 去凌驾于整个市场之上 那么这一波现在它这个行情的话 它非常危险了说实话 因为它已经击穿了这样的位置 击穿了因为 昨天我们说到击穿这个三万七千美金 这个位置非常危险 所以接下来一个行情的话 我们希望它能够反弹 但是如果在这个位置继续受到主的话 那么整体的行情它会走向更极端的一个行情 甚至有暴跌两万点都有可能 跌到一万五千都有可能 所以现在的话 心情还是有点失落 说实话 它在这边走的话 因为的话 这一波的一个下跌的话 它导致整个大盘它都会下跌 说实话 就说没有人愿意要的下跌 但是没办法 如果那些机构拿个十年八年 没有办法 它们现在的话 马路两年是非常低的一个价格 它因为它们不筹钱 对不对 不像大家很 是短期的一个投资 人家是长线了五到十年 没有办法对不对 所以说长远思考 还是要慎重进场的一个情况 好 今天的内容先说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